开始准备早饭 就用昨天买的饺子皮吧 胡萝卜切丁 五花肉剁成末 和玉米粒一起拌入盐 酱油 白糖等调味料 饺子要煎到底部略成金黄色 然后倒入少量生粉水 盖上盖子煮到水干 煎饺就能出锅了 哦 有胡萝卜 高級食材 赤座 ロブスター そして 牛 新鲜 サニーネタスに オン タルタルソースをかけて どうぞ いかがですか 今天我做的简单料理是 拉麵茶碗蒸 把鸡蛋放到容器裡面 將它打散 然後加入泡麵裡面 附的調味料 還有半小匙的鹽巴 跟400cc的水 攪拌均勻 再把泡麵放到小碗裡面去 然後淋上剛剛做好的蛋汁 再把魚板給放上來 最後再把小碗放到 灰騰的開水裡面給它煮 蓋上鍋蓋 用中火煮三分鐘 再用小火煮五分鐘 總共八分鐘以後就完成了